穿过阳场小径 四面皆是青山环绕 一眼望尽绿油油的茶园 是摄影人士最喜欢取景拍照 或是电视台选择的场景 这一整片茶园最让人特别之处 就在于只要是脚踏的地方 皆是草皮 这些全都是林朝义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心情耕耘来的 茶叶你把茶下来经过太阳尾雕 然后它的变化可多了 你看它可以做红的 它可以做绿的 它可以做金黄色的 什么颜色都可以做 然后它的香味 它可以做花香的 也可以做奶香的 也可以做什么的 这本身的自然香味 而不是说天佳的 所以你会着迷 我终其于乌龙 乌龙的变化最大 它可以做红 它可以做绿 它可以做清香 也可以做浓香 它什么茶都可以做 乌龙是汉位最高 红龙的故乡在鹿野香 欢迎到鹿野香来品茶 鹿野香的茶农 有些是因为爱上鹿野的环境而定居下来 有的则是姻缘巧合 为爱走天涯到了鹿野香 过着夫唱赋随的农村生活 傅锦衣女士远从苗栗公馆而来 跟随在鹿野做茶的夫家 已做就是数十年头 做茶转型是从六十八年 我嫁过来这边以后 才开始在摸索这个茶叶 所以我本身对茶喝茶有兴趣 所以我就慢慢的研究 其实泡茶像我们台东东部的茶 它是比较算是土质 比较适合种茶叶跟香草的部分 所以它的叶面会比较厚 所以我们泡茶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有裸球状 我们大概都会用容器下去区分 就是容器的五分之一的茶叶放下去冲泡 五分之一因为它涨起来的话 它刚好就是 那个茶叶整个会开 它的不管是香气啊活运啊都会出来 所以茶叶不能放太多 你宁可时间就是拉长一点 所以我们正常在泡 我们大概是45秒到一分钟 吐唱覆水煮茶园 实现梦想茶香水 红乌龙的故乡在鹿野 饮一杯红乌龙 可以品尝到果香入喉与回甘的滋味 就像遇上了鹿野香的茶农们一样 他们的淳朴与热情 会令人一再的回味 东台新闻杨国柱 沈婉宇鹿野采访报导